小朋友聚集在篮球場外 看到篮球場大門深鎖 還貼了一張公告 寫著有人違規騎車進入球場 因此要封閉三天 不過這樣無預警的封閉 讓民眾很不解 我是覺得公共場所是可以大家用 但是這樣子突然鎖起來 小朋友在這裡就缺少一個空間可以使用 是還蠻可惜的 這裡是八斗子籃球場 29日被民眾發現突然上鎖 氣得在網路上PO文抱怨 認為其他人違規 卻影響到李明權益 像是變相懲罰李明 當然是很傻眼 因為昨天關閉之後 就有天氣剛好比較好 就有小朋友反映說 為什麼不能使用籃球場 那既然這是公共空間 當然大家都必須要來維護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去舉證說 今天進去這裡的是李明 那也許是外面的遊客 但是我們這樣子的做法 等於是變相在城鄉李明 就像說我們如果說在花園裡面有人抽煙 那是不是整個花園要封閉 禁止大家進入 那我覺得這個方法可能還是要 可能還是要做一點調整啦 那如果說有人一直違法 然後一直在裡面騎摩托車 騎腳踏車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附近的裡面 其實都完全沒有辦法去使用這個籃球場 那這樣太不合理了吧 不然這樣子爭取這個籃球場建設 那到底是為了什麼 畢竟不是我們違法 是其他人 我覺得可以在那邊加裝那個監視器 這樣一直撈到那個範圍 然後就可以做那種擋住機車進去的人 就是這樣對大家比較公平 對啊 也有人叫我要強硬起來 那問題是 當然是有些人他希望不要關起來 有些人是希望說要強硬之後 我們才能夠把這個球場維護得很好 因為花了這麼多的公帑 在做球場做起來 你如果不讓車子都進去 你不處理的話 市議員藍敏黃收到了民眾陳情 聯繫區公所 研議改善方案 我想根據我充分了解之後 我想區公所 它的利益是良善 一方面要保護 運動休閒民眾的安全 一方面也要保護球場的完整性 怕它避免被破壞 畢竟我們花了800萬的經費 去把它蓋起來的 那我們也希望民眾能夠守法 那既然這樣的管理規定 有點爭議的話 沒關係 我剛剛已經跟區長有做過溝通 未來我們可能就會 採用車主的方式來改善這個方法 只要做好車主之後 未來就可以100%的避免車輛進入 同時也不會影響讓民眾出入的安全 大部分都有遵守啦 只是說有大部分不遵守 那我的原因就是說 你在裡面打球的人 你也要負起維護的責任 有人要進去你要跟他勸打 對 對不對 因為球場是大家的嘛 那好不容易已經做得那麼好 之前還有人春節的時候 都進去放鞭炮 那個地面都會壞掉 那我現在我在擔心的就是說 今年的春節 我不曉得要怎麼樣去管理 因為你講得嚴人家又講話 你一放鬆地面壞掉 人家又來報應說 里長那個地面又壞掉了 里長無奈的說 籃球場好不容易整修好 需要大家一起來維護 就怕花了大筆經費 設置籃球場遭到破壞 去光鎖才會關閉球場 強調未來會新增車檔 阻止機車進入 避免犧牲民眾權益事件再發生 記者 黃少民 基隆報導